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巴嘚。 众所周知,东亚整体来说,在工作这事儿上,是跟世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, 不是卷,就是特别卷。 咱先说日本,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全世界肥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, 因为他们吃的少,而且有一个理论,那就是你长的身材跟别人相差太多,会影响社会的韵律感。 而旁边的韩国呢,是公认不用睡觉的国家,凌晨两点健身房里大排长龙, 一个个喝着冰美式健身,熬醉狠的夜,争取炼成双开门冰箱的宽肩板,也是独特的风景线。 而中国这边,思路不一样,饭得吃,觉得睡,但是咱们不休息,主打一个没有任何业余爱好, 除了喘气就是卷。 哎,这东亚修仙三大国,可谓是给西方世界不小的震撼,以至于最近有一个地狱级的笑话, 那就是,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永动机一样的打工人,就找一个中、日、韩三国的混血。 既不用吃饭,又不用睡觉,还不休息,技能点点满了,这可比机器人省事多了。 机器人坏了,你还得换零件,这个直接辞退就可以了,多简单。 不过,如果真的要比较,再努力奋斗就能创造美好生活,使劲儿作践自己这事儿上, 中国呢还是更胜一筹,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睡觉的,日韩两国哪怕载卷, 基本员工福利还是要保障的,但中国的打工人是真的没时间休息。 关键老板还特别贴心,生怕打工人身体不好了,影响工作效率, 所以天天变着法的想让打工人强健体魄,一个应届毕业生因为拒绝了公司组织的周末跑步活动而被辞退。 朋友们,这可不是随便跑个八百米,而是硬生生的要跑十公里啊, 还是在已经连续加班12天的基础上,战俘营也没这么折磨人的呀。 一环接一环,环环逼人坐牛马,这服从性测试从你上学就开始修炼, 一层层逆淘汰,最后能忍住不叫唤的都是中流砥柱。 都说部队里啊,狙击手了不起,因为能抵抗身体传递的信号, 哪怕大蜘蛛爬在身上,也摒弃凝神不动。 中国,随便一个高中生也能做到抵抗生理极限, 倒不是因为意志力坚定,而是学校不让,嗯,你没听错。 山西一个高中生晚上11点之后上厕所,会被认定为重大危机, 通报批评那种,还得写检讨,自费花一百块钱复印,然后在全校师生面前忏悔, 说对不起大家,我有罪,因为我半夜11点想去厕所上个一号,影响了其他同学的休息, 说让他们上不了清华北大。 你说你教育质量不行,在自己身上找原因,天天怪天怪地的,说使人民素质不够。 就这破校规啊,你还不如在屋里找一盆,掏一次捞袋解决, 然后看到校领导经过,就扔下去,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扔的。 嗯,希望没有正在吃饭的朋友,对不起啊,情绪激动,这一段有些放肆了。 都说学校是小社会,这话一点也不讲, 这些校规可以对标现在市面上广义流传的法律, 而校领导啊,跟官宦权贵一样,天天脑袋上顶个球, 没事就巴巴巴巴巴的喷气,里头全是僵苦。 在经历了漫长的沉淀之后,这两天,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的年龄组失业数据, 特别好,进行了很大的改动,其中16-24岁的应届毕业生们失业率变成了18.8%。 而25-29岁的单拆出来了,变成了6.9%。 要知道,去年6月份的时候,光青年失业率就已经21%,硬性调到14%这才每两天,又迅速攀升,可真是压不住了。 因为每年6-7月毕业期之后,就有1000万毕业级退休的大学生出现。 所以咱上一期就说,政府紧急应对的措施,是让大家继续念硕士博士, 避免进入社会,冲击现有结构。 要不说,现在每周工作一小时就不算失业,这事儿还是太温和了, 应该改成父母不给钱才算失业,要不就领到救济金才算。 毕竟中国也没福利,谁也领不到这个钱,一下就解决了。 你还别觉得这个方法太儿戏,要知道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 财政部多么含蓄的一个部门啊,这两天出来发言, 说支持地方政府,以各种手段进行铭抢,这是本频道翻译的。 原话是,拓展地方税源,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益,并稳步下滑给地方。 就问你,翻译的有毛病吗? 中央没钱,国企一个个养了一堆闲人,不挣钱还天天往外拿。 国库本来就亏空,再加上医保养老金,本来应该是赚钱的项目, 谁知道这帮老头老太太一个个的真是老当益壮,计划了三年, 年轻人倒是灭了一大波,领钱的这群,啥事儿没有啊。 房地产不景气,恒大这种变相涮钞票的留下了一地窟窿, 本来想着靠把地方卖地的钱收回来回去,现在可好, 卖不出去了,眼瞅着房价腰斩。 地方政府眼巴巴的看着中央伸手,钱没拿来,大波溜倒是管购。 财政部两手一摊,不装了,摊牌了,我们没钱转移支付, 你们自己想办法的,甭管是开源还是节流,明抢还是起哄, 只要不闹的动静太大,我们就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 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,就都当气给放了。 你还别说,前脚说完话,后脚人家各地就行动,摆花齐放。 有大早晨查酒驾的,有故意在企业旁边抽烟,然后环保到场的。 还有看哪个企业是肥肉,唱双簧,假举报真立案,然后打算狠咬一口的。 你就看去吧,水浒传怎么破坏老百姓,这里现在都能找到对应。 也不是不想玩点不露声色的,也不是就愿意老人画饼,主要是实力实在是不够。 前几年,数字人民币折腾的挺火热的都还记得吧,这才两年,就没动静了。 你以为是关老爷良心发现,他们巴不得你存进去三十万,每天只能花三百,还过期作废。 之前网络诈骗,还能根据银行卡逆追溯一下,图个心理安慰。 而现在通过数字人民币的这些转移,所有部门都会直接双手一摊告诉你没办法, 因为这玩意儿就没家安全设施,他们能查,但是没全力查。 你看看,这小话术,婉转悠扬的告诉你,办不了不是因为不想办,而是上级不让办。 当然啊,这也不是数字人民币凉凉的原因,毕竟老百姓受不受难,人家中央不在乎。 根本性原因是数字人民币的设计者姚钱这两天被干掉了,官方通报特别晦涩, 叫官员利用虚拟货币实施贪腐。翻译一下,就是设计虚拟货币密码的这哥们儿捏着后门, 把这些已经变成代码的钱弄到了自己名下,而且做了技术处理,进行了遮盖。 真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。而针对这种高科技犯罪,组织的审查手段却相当的朴实无华, 毕竟纪委的同志们熟悉酷刑,但不知道代码,人抓过来刑讯逼供,一五一十都交代了,好家伙, 吓得老习好几身冷汗,赶紧叫停,要不然社会主义国家弄来弄去不爱搞科技创新的, 就是因为领导们压根儿不知道高科技犯罪的危害,可比这点全谋大多了。 过不了几天,吹得霉飞色舞的人工智能,也得销声匿气, 因为一切不可掌控的,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东西,都不符合国庆。 最后,回到全民大链钢铁,重新烧砖,一下就符合田园木戈般的乌托邦了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对于财政部宣布的鼓励地方政府拓展税源这事,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? 而政府因为玩不赚数字人民币而叫停,算不算求人得人呢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的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吃同道合的人,赶不快,下期见,拜了个拜。